欢迎收看未来事件部 我是詹璇一 好我们来看到今天星期五 哇台北股是今天非常的猛 台股最后涨70点收在 9908点 站上了9900点收 最高片尖量再度了突破千亿了 美国升息到底对台湾是好事多了 看起来台股表现很不错 那么后续航情如果观察 我们请到专家了 华信投顾的新闻总经理 夏老师好 主持人大家好 刚刚夏老师说叫我一定要问说 因为他真的很神 他说1到4每天都天天预告跳空开高 事实上是如此真的好高 今天台股高得不得了 但今天礼拜五了 大家好奇的是未来怎么操作 对不对 下礼拜一还会跳空开高吗 好那悬疑问到极短线 那么当然悬疑有看 我觉得我也是粉丝 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四 昨天还在预告跳空开高 甚至礼拜三的时候 如果说你们看重播带很好笑 我怎么给结论的 我说不管美国升不升息 台股就是注定跳空开高 不要管联总会升不升息 你们如果说很在乎 这种外在的东西 就好像你知道吗 就好像我举个例子好了 今天早上我有一个等级 是LINE的一个所谓会员 然后他们传其他LINE 老师的看法给我看 你知道今天外面有很多社团 在开盘前就认为说 前波高点9868不会过了 然后要全力放空 而且都觉得要回党真理了 然后说什么 川普也讲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美国升息的话 对整个美国来看的话 股市来看会是非常大的灾难 所以每个人可能以为 今天台北股市会做摁头的下跌 那么第一个你出来哪里 你们没有看我盘中连线节目 盘中连线我有预告主力心太多 我预告从11点30分到收盘 全部多张时间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 那我请问大家 你在期待形成一个所谓摁头下沙 你决定跟主力坐手对坐 结果尾盘你又被嘎到一个所谓外太空了 所以他又回到原谅 好那既然悬疑他先问礼拜 我就先讲礼拜好了 好 那么这个礼拜 我从礼拜一到礼拜四 每天预告天空太高 都实现了 那么你下个礼拜一跳空 跳水 跳水啊 跳水之后 抖一抖之后又上去了 还是要先跳一下整理一下 抖一抖之后又上去了 这个时候反而才是布局的好时机 总不能一直在那么高嘛 是不是要这么说 其实这个又回到一个原点 我知道今天台北股市回到9900点 大家可能很多空手的散户 或是放空投资朋友 面临到一个两难的 拜托 大家说一万点 像你一万点 对 那如果有人觉得说 如果这是万年一万点 大概还有快一千点 一百点的空间 那不要赚嘛 我就放空就好了 那么基本上 又回到了一个所谓原点 那为什么在9555点 9604点 你不敢做多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你们都知道 我在节目当中 也在跟我强调 主力做手操作 还是架构在价格的关键 包括周线月线关键 包括一个多空主义心态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 短短两个礼拜的时间 你用对跟用错 你知道它差别差异有多大吗 这两个礼拜 有多少投资朋友 每天被扒来扒去 那如果我这边斩钉截铁 跟你预告 我全胜 你相不相信 来拿出证据 当时在上个礼拜一 9点26分 LINE 8也都是一模一样 我预告主力心态 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多 就从礼拜一到礼拜三 涨了115点 那么来到上个礼拜一的时候 我预告礼拜台北股市 会跳空开高 那么预告完之后 上个礼拜台北股市 真的先跳空开高 形成了一个摁头 垂直往下击杀 就来到9点30分后 当你看到形成了一个摁头 你以为要崩盘的时候 我有沒有很清楚的预告 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就短短两天又涨了87点 就来到上个礼拜三 这是你在3D财经台所看到的 一个所谓连线完整的证据 这是为什么 我再强调 基本上一个软体 它到底能不能用 你就去观察说 它到底有没有在公开场合 先让大家得到一个完整的验证 就像上个礼拜一 上个礼拜主力心态都是多 那为什么会先往下跌这一段 因为主力心态是连续的空 导致于它出现连续性的下沙 那最精彩就是上个礼拜三 那么上个礼拜三 我们跟大家预告 我说来到97XX 97XX周线关键价 9702点 它会见低反弹 就预告完之后 上个礼拜三 它又做一个摁头 垂直往下击杀 我请问大家 垂直往下击杀 它这个目的在干什么 我之前在节目当中 我也在跟我强调 今天如果你的软体 它没有办法配备主力心态 你的软体它没有办法去预测 每一根K棒下一根的 一个所谓多方防守价 那一种软体是绝对不能使用的 就好像在上个礼拜三 麻烦你把重播带掉出来看 我也要不要跟大家预告 我说来到9700XX点 就是多方防守价 就真的杀到9702点之后 出炉其来慢慢慢慢慢慢 尾盘收在最高的一个高点 再来一遍 上个礼拜一 上个礼拜你告诉我要放空 因为均线盖头板人家 因为没有成交量 就来到礼拜三的时候 他收在最高的一个 所谓高点的时候 每一个人告诉你 站回了一个月线 要全力做多 符不符合 我一再跟我强调 利用KD 利用均线 利用成交量 来做散户的一个所谓欺骗 那我在节目当中 我也再跟我强调 你今天要成功 你绝对不能看图说故事 看图说故事 是投顾老师的权利 你不要去抢他们的权利 你要懂得一个one step ahead 的一个预测 我要请问大家 在上个礼拜三 全宇宙台北股市站回月线 大家跟你讲要上攻万点的时候 有哪一个老师跟你预告 礼拜四台北股市就是要OL 台北股市就是要跳水 就预告完之后 不管在LINE8也好 Facebook都是一模一样 上个礼拜四台北股市一开低 配合着主力新太空 结果上个礼拜四 有没有一口气收在最低的一个低点 因为主力新太是个标标准准的强空 这三立财经台盘中连线的图卡 借由主力新太 你能不能每一个月去掌握千点的波动 借由主力新太 有没有非常非常的容易 就上个礼拜四台北股市 一根爆量的长黑K棒 之前跟你讲说 任何回档都是买点的老师 又告诉你任何反弹都是空点 你要搞这么复杂吗 我在上个礼拜四 为什么我说差一天差很多 我有没有跟你预告 礼拜五来到96XX 你千万不要杀低 麻烦你去看YouTube的重播带 找那个点阅率 全投顾第一名的老师 你就知道答案了 就让我预告完之后 上个礼拜四 有没有真的垂直往下击杀 不只是9600点也跌破 一口气杀到9555点 跟治愈的88理财友方里面 所提供的一个所谓多方报价 好我就不算955 我就算9604 你知道从9600零四点 到今天为止已经大涨320点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所谓操作上面的 一个所谓逻辑 借由时间 借由空间 借由主力心态很精准的去掌握主力 作手的方向 那当然如果你认同这样的 一个所谓操作理念 还是老话一句 差一天真的差的非常非常的多 你先验证验证再验证 如果你真的认同广告中的电话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把它拨通 为什么我说差一天差很多 就像你记不记得 李先生是在上个礼拜 他办好入会手续的 就为什么办好入会手续 因为看到我每天在节目当中 精准的一个所谓预测 结果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 从9604点到今天涨了300多点 再来一遍不相信 就来到了这个礼拜一 上个礼拜我跟你预告 礼拜一的时间先空后多 结果在礼拜一的时候 台北股市上下震荡 在9点42分跌破仅限的时候 麻烦你去问我的会员 就跟上个礼拜一模样 我有没有预告主力心态是个 飙飙准准准多 你不要小看这个主力心态多 到今天为止也涨了237点 所以说你怎么可能做错方向 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 拥有主力心态 因为你没有办法 你以为就跟一般头裤老师 一模一样 随便把一个神奇软体给带回去之后 每天买最低 每天空最高 如果天底下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天底下就不会有穷人了 如果每一个头裤老师这么准 为什么没有一个老师敢在上个礼拜三 告诉你礼拜四跳水 敢在礼拜四跟你预告礼拜五来到96XX 千万不要杀低 这有很大的一个所谓差别性 只有礼拜一 礼拜一说完 跟你预告礼拜二开高 没错吧 礼拜二跟你预告礼拜三继续开高 没错吧 老师礼拜三没有开高 礼拜三收 应该是会踢这些 好继续 就礼拜三为什么收踢这些 因为联班储备局 他要升息 那每一个人都告诉你 不论比较闹的 会跟你讲说美国升息 美国股市会跌 他不敢跟你讲美国台北股市会涨会跌 那我请问各位 我在这个礼拜三 真的麻烦去看重播带 我有沒有用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我说不管美国升不升息 台北股市礼拜四就是会跳空开高 重播带是在17分12秒那边 我们预告礼拜四台北股市就是会跳空开高 还没完哦 就昨天台北股市真的开高走高 要想清楚 礼拜三的那天 外资一口气卖了3364口 我跟你预告礼拜四会跳空开高 就昨天送你一根长红K棒 那么在昨天节目当中 我也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今天礼拜五台北股市持续跳空开高 那为什么今天又是开高走高呢 自己看主意心态 所以说我只能跟大家报告 主力作手他真的很贼 礼拜一的时候主力心态强多没问题 礼拜二主力心态还是多没问题 礼拜三主力心态在找盘 他有一个小空 代表有一些主力作手 他们可能不知道消息的 他选择先卖 可是你会发现当主力心态 在游空转为多的时候 在礼拜三我跟你预告 礼拜四继续跳空开高 结果礼拜四心态还是多 礼拜五心态还是多 老师 为什么心态的多越来越少 因为很简单 人家老早在礼拜一礼拜二 就已经倾巢而出 把所有的子弹给买满了 至少主力心态 他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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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可能跟着那些草包社团 跑去放空背嘎 人家已经告诉你 你怎么可能跑去放空 这边 刚刚玄宇有问到 反正离一万点只差一百点 我告诉各位 我是不太看这种价格的 我所谓价格是你们讲的目标价 不是我的空间理论 重点就在于说 四月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 那我之前跟大家报告过了 因为四月份我有很多 conference call 所以说四月份也许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办讲座 四月份不是再也没办法 四月份也许不办讲座 所以说这一个周末 礼拜六礼拜天是超级周末 我们北中南的一个说许会讲座 我再跟大家强调也不知道说 为什么投顾老师 有的投顾老师每个礼拜都在办 两个礼拜半 我是觉得一个投顾老师是要以照顾会员为优先 所以说我们不管包括桃园 新竹台南嘉义高雄 屏东场地都很难去租到 那我们也要尽力做协调了 那如果你已经预约报名的 我们会通知你到时候有没有场地 台北是百分之百确定 就这个礼拜六的一个所谓下午 没有问题台北问题 那其他包括桃园中立 乃至于台中 彰化嘉义都是一模一样 如果你住在那个地区的 我奉劝各位 我们演讲会场 你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约报名 因为再一遍 四月份的话 台北股市会有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所谓转折 这个转折不是向上 是向下 它会突如其来 会跌破大家的一个所谓眼镜 这个转折点 你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知道 再一遍 为什么你需要知道 我再举个例子 我为什么我每天要跟大家预告 挑开要挑开 第一 我请问各位 如果说你是我的会员 我们放空 然后给你预告 明天跳空开高 我告诉各位 我绝对走不出三立摄影棚 我今天我们为什么 就好像礼拜三 我为什么跟你预告 礼拜四跳开高 废话礼拜三 我在做多 尾盘持续重压 就礼拜四一跳空开高 到今天已经两倍了 已经两倍 涨两倍 那同样 昨天尾盘继续买 今天又跳空开高 我又赢了 这是一种所谓战术跟战法 可是到时候会每天不断的跳水 这一个转折点 你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绝对不能错过 因为这个转折点会比大家想象中来大 所以这一次的讲座 第一件事情 你要协助大家看得懂大盘 绝对不是像一般投稿老师 个股摆中间 大盘摆旁边 因为他们看不懂大盘 所以他没有办法解大盘 所以说你想知道 接下来台北股市的脉络 到底该怎么拿捏 无论如何 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你要好好的去掌握 那同样来到股票部分 也都是一模一样 很多人现在打电话进来 带箱头发笑失 到底谁是广名第二 如果你们看我节目看够久了 盘中连线节目一模一样 你们绝对在全宇宙 你们找不到一个老师 一档股票能从12月初 但你预告工业4.0 不管包括广民 不管包括上营 乃至6166的凌华 涉及到末期的3374的精裁 3362的先进光 我谢文安完全做到股票 不用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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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啊 我说这只股票会涨至少五成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只有五成吗 因为谢老师叫五支谢 你看我所真的啦 我所介绍给你们的股票 都是涨五支而已 2049上营 要讲吗 从145块 我讲基本单 不算加码单哦 145块跟大家介绍 涨到211块 没错吧 红样3374精裁 从35.7 涨到50几块钱 红样的3362的先进光 从25.5 25.5涨到30几块钱 都是涨了五支涨停板 叫五支谢 那么主持人会好奇 之前你股票没有遮 你连价位都跟我们报告 那为什么这次这张股票要遮 主持人知道为什么吗 他会涨超过五支吗 靠腰啦 我跟你们讲 我演讲要讲什么啦 你同意思吗 我跟你们讲 我演讲讲什么啦 你同意思啦 演讲会场 定高级 就这只股票而已 要来看就对了啦 要见到本人才说 可是问题 我们有名额的限制 这一次 因为这张股票筹码稍微集中一点 今天有涨 你应该很好找 可以话读说今天涨到这边了 只要那个头部一过 就是往五支涨停板 你一百万可以赚五十万 两百万可以赚一百万 千万无论如何 绝对不能错过 那当然 如果你礼拜六 礼拜天 你要上班上课的 我还是老话一句 全方位360 差一天差很多 更重要欢迎你戴枪投靠 我举个例子好了 最近Lite 8任何一个投资朋友 手中至少有五个投顾老师 免费的Lite 8 这群Lite 8简直 害死一大堆投资朋友 为什么这样讲呢 很多投顾老师 很喜欢赌一把 来看清楚 今天九点十分的时候 台北股市是开高 往上走高 又垂直往下击杀 低点破低 对不对 开高走高 垂直往上击杀 又低点破低 结果所有的Lite 8开始响了 每一个人都在摸头 他有没有告诉你 当充指标放空 结果尾盘收最高 跟你讲波段指标做多 这很被哥哥耶 我带会员带十几年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耶 一个等级的会员做多 一个等级的会员放空 然后对的拿那个等级出来讲 错的就当作没发生 这真的很被哥哥耶 我只能提到这边 你自己想想看 你今天Lite的讯息 你的老师也都是一模一样 你的Randy 有没有告诉你 急杀的时候破线 赶快放空 结果收外盘收最高 又告诉你要做多 他是因为他没有主力心态 今天这个急杀 九点十分 九点十分 这一个急杀 这一个急杀 他是红色绿色 他是红色绿色 主力心态是个标标 准准的多 这是为什么今天把这群人 高到外带空 所以说如果你的软体有这样的问题 你再不带枪投靠 no medicine can help 没油 没油 要弹球了 更重要 全方位360 我们希望你能学习 主力做手操的技巧 盘解完了 我说过了 解盘绝对不会超五秒钟 麻烦自己操 麻烦这一个多方防手架 你把它给记起来 把它学习 如何懂得如何去计算 因为礼拜跳空开梯 上下震荡之后 还会再往上拉 我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明白 更重要 为什么要学这些多空防手架 我再问大家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35.7 报给你的精彩 你不敢买 节目事前预告 连多空防手架 都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预告 精彩涨的五支线 涨的五支掌停板 红样的3362的先进光 25.5我没有跟你讲 可是不管包括30块的买点 不管包括30.88的买点 我也不在3月8号那天 跟你预告30.88 就是先进光 另外一次加码机会 结果从30.88 涨到32.86 一直涨停板 还没完 再从32.86涨到39.3 短短五个交易日 股票不用遮 连多空防手架 都跟大家预告 涨了三支掌停板 你随便买个十张 你可以赚八万多块 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 你为什么不敢买 你从广民 你从林华 从上营一路验证 再从精彩验证 一路验证下来 你为什么不敢买 因为很简单 因为你不会算主力心态 因为很简单 你不会算多空防手架 因为你当你不会算主力心态 你很怕被主力做手出货 这是为什么 全方位360 除了要给你鱼吃 更要教你钓鱼技巧 更希望投资朋友选对专业 我可是不是像一般草包头部老师 每天在节目当中 遮遮掩掩只会画大饼而已 我请问各位 我这些股票做到不用遮 事后你们得到一个完整验证 为什么我要玩这么大 因为很简单 我希望你选对专业完之后 你赚到钱可以跟着我的会员 大家一起来行善布施 去帮助社会那一些需要被帮助的人 这是我们今天之所以存在价值 这是你今天 你来金融三米市场操作 你的目的就在这里 不是赚钱吃鱼吃鲍鱼买法拉利 你赚钱你要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 讲私心点 你接着做的没件事情 老天爷会保佑到你的下一代 老天爷会保佑到你的下半辈子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的单据 包括新竹基金会 创制基金会 还有新竹仁爱儿童之家 再从新竹仁爱儿童之家 到iPhone不指定捐款 再从iPhone不指定捐款 来到台湾世界展望会 再从世界展望会 来到基督教伯特利会 总会布设花莲势力 势力 长一队也我不知道 长机构 这边还是老话一句 我们再想一遍 我为什么说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 主力做手都看在眼里 上个礼拜四 跟你预告96XX 主力做手可以给我挂 他可以说9500 隔天跳水9400 那为什么来到955之后 尾盘又往上做一个拉抬 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善局 我们得到主力做手的钦佩 不只是我们 还包括你们 你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份子 重点要拿出你的行动力 你认同我的操作理念 事前的预告 事后得到完整验证 你也想加入我们正向循环 全方位30XXXXX多 那当然如果这个礼拜六 礼拜天你有空的 有关于四月份大转折的一个行情 有关于还有五支涨停本的标马股 无论如何绝对不能错过 先休息 待会儿马回来 旁边设计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运用主力心态 预约下一波财富 华信投顾谢老师 三月十八号礼拜六 下午两点在台北 报名专线 0800823988 0800823988 东圆云端变品空调 超审变 超环保 买东圆四月底前 好礼四选一 TECO 五重行动活力 一幅到位 刚为人生建立交援 不只给力 还不美力 立即拨打 0800002888 买板桥还用四字桶 别打了 板桥门牌 三字桶 超越震撼 更胜让力 才是真凭你 Super赞 全新公开 22046633 上加尖 Super赞了 好 欢迎回到未来事件部 台北股市创了将近两年新高 那么这个距离万点行情 如何操作 这个时候还有标股可以选择 马晓鞋 好的 那么基本上 你要寻找标股的时候 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 这档股票 主力作手到底是做多还放空 你想想看 一档上银 一档林华 一档618广名 我们可以做长波段的操作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它的主力作手 它会做多 之前我们跟大家举例过 我说上银真的很贼 不是说上银贼 那个主力作手真的很坏 你知道吗 它当时在163块 去年放空 就跌到123 你们看过那个图吗 跌到123块钱 他补空反手做多 123块钱谁敢买上银 我都不敢买 每天报纸打开 上银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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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立空 我是等到145才买的 就你看 你要从123 主力心态 由空转多 一口气涨到200多 你看过那图了吗 跌到爆掉了 跌到一个小岛了 好不好 所以说呢 你去下载我们的软体 在这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 每一档股票的主力心态 再举个例子好了 这个是我们礼拜二 我们给大家的一个资料 不是说老师 林华不敢追 老师 金才不敢追 老师 千金光不敢追 这份资料 来大家打开 一起来慢慢看 大家打开 这是礼拜给大家的一个资料 只有50个名额 很抱歉 李先生 你是62个名额 所以说没有给你 田先生很抱歉 也没有你的 那在里面的话 我们有提到 不管包括博城 百宏 尖典 尖典你也知道 我们实务上操作 那同样3031的百宏 你知道吗 百宏在短短两天时间 礼拜二跟大家报告 礼拜三你还买得到 礼拜四天空涨停 礼拜五今天继续 天空涨停 锁了14521张 怎么做到 主力心态 所以说这一次的 一个所谓演讲 尖典一直涨停板 这一档股票 你无论如何 绝对不能错过 让你小数变大数 让你小资金变成大资金 那跟大家强调 4月份台北股市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 而这些转折的一个所谓重点 如果你能够掌握情况之下 天底下有反败为胜的财富 尤其是你那一些之前 不断的放空停损 停损完之后再放空 你不要到时候告诉我 你反手做多 然后每天做多停损 做多停损 到最后你再会输到拖户子 所以说你反败为胜的最终一役 就在4月份 而要怎么样掌握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全省的行回讲座 记得感谢黄石一天 拨通计划 进来做预约报比资活动 好 今天台北股市呢 赚上了9900点 并创了一年半的新高了 今天三大法人 买超来到135亿 想要掌握更多 请知所定一位来事件簿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